精彩的原民乐舞演出替活动揭开序幕 达北扎哈姆乐园新品发表会 20号在台南永华市政中心登场 展示了台南市府与加南药理大学专业师资 扶植的13家原民企业家开发的全新产品 像是马告口味的人卤味 以及咖啡萃取物制作的保养品 展现多样化的原民产业 需要这些食材 我就会跟山上部落的长者 会跟他们要这些食材 他们也觉得说你在外面在外地 可以用到这些食材来源发一些东西 给在杜汇区的人不常吃了 就能够尝鲜到 他们长者都觉得很乐意会帮助 加南药理大学他们有一个 美容保养品中品系的主任 他在这方面的专业 就是协助我们做这个研发 台南师傅提到辅导的业者 族群分布多元 像是阿美 排湾 西拉雅 泰雅族 等都有 品项更是多样化 包含美食 文创 装品等 未来也将在 搭配扎哈木热园场馆来展售 不管是工艺品 不管是表演 不管是食品 不管是装品 这个保养品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原住民我们扶植的摊商 这一次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新品展书 那之后我们在搭配扎哈木 我们也会来试营运在明年的时候 台南师傅表示 新品开发采延续产品本身属性 材质 口味进行改良 保留原民传统智慧 朝向普及化及在地化 贴近消费者需求 期望打造跨领域 又具独特性的在地品牌 原则西娃娃娃台南市采访报导 热秀